你见过敢吃鸟的虫子吗 俗话说得好 早起的鸟有虫吃 估计它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因为早起而被虫子吃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虫子这么猖狂 原来是在非洲地带的盔甲蟋蟀 虫如其名 背上多了一身厚厚的盔甲 即使是鸟来了 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牙口好不好 再加上盔甲上面还长满了尖刺 其他虫子也都望而生畏 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 就凭借它的一身无敌盔甲 在非洲虫子界混得如鱼得水 有效地阻止天敌的攻击 简直是虫子界的关羽 体型比普通蟋蟀大三倍 体长九厘米 如果你在马路上碰到这家伙 收拾东西赶快跑 古代人闲得无聊抓西风丸 要是碰到巴掌大小的蟋蟀 它们敢上手吗 就是因为无人敢惹 所以在虫子界横行霸道 谁也不服 就算看到同类 也脖子一横 直接开干 非要争个你死我祸 虽然虫子界无人敢惹 但它的嚣张跋扈 早就被其他动物看在眼里 都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它 准备找个机会收拾它 你以为盔甲蟀蟀就这样完了吗 那它可预判了你的预判 在它的身上还携带着一种防身武器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敢相信 早起的鸟反而被虫吃吗 非洲虫子界最凶悍的盔甲蟀蟀 凭借着坚硬的盔甲 巴掌大的个头 被称为虫子界的关羽 横行霸道 看到同类都要打斗一番 你以为它就只有发达的四只吗 那你就错了 它还有聪明的头脑 防御能力更是强的一匹 为了可以长久地稳坐虫子霸主的地位 还随身携带着一种能够化解危机 方便脱身的液体 那就是它的血淋巴 只要遇到自己拿捏不住的敌人 就会向对手喷出浅黄绿色的淋巴印 不仅辛辣难闻 其臭味可以与臭皮虫一较高下 还带有微弱的毒性 应对脱身绝对够用 一旦不小心沾上 没有几个小时是消除不掉的 所以很多动物即便看它不爽 也不愿意惹祸上身 选择将其避而远之 它们经常会趁红嘴盔地阿雀 外出觅食的时候 偷偷溜进鸟窝捕食幼鸟 体型比盔甲蟋蟀大不了多少 但攻击能力显然不是一个水平 所以盔甲蟋蟀才敢吃鸟的幼崽 有时候被蟋蟀得逞 有时候运气不好 正好被觅食回来的鸟妈妈发现 爱子心切的鸟妈妈发现自己的家被偷了 势必要经历殊死一战 但盔甲蟋蟀引以为傲的淋巴液 却不敢随便喷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号称虫子界关羽的盔甲蟋蟀 竟然敢反客为主把鸟当食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虫子都这么嚣张了吗 你可千万不要认为 是我们平时粮粮于手掌心的小蟋蟀 这种蟋蟀有着坚硬的外壳 七八厘米长的体型 除了这些 它还有一个超强的防御能力 随身储备着辛辣难闻的淋巴液 一旦被沾上 难以消除 甚至被铜类嫌弃 但这种臭液也定不是万能的 就连盔甲蟀蟀自己 也不敢轻易喷射 因为一旦喷出去 也代表着自己身体受伤 这无疑是给铜类发出了送死的信号 其他铜类就会趁机前来将其吃掉 不由地想起曹子写的一首诗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因为盔甲蟀蟀之间 是没有任何亲情友情可言的 他们除了会对敌人喷射液体外 还特别会装死装病 一旦有猎食者群追捕舍 就会吐出胃里的食物 用来恶心捕猎者 然后再躺在地上装死 这样就能让捕猎者 瞬间失去了捕食他的兴趣 从而逃过一解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 巴掌大的盔甲蟀蟀 你会害怕吗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